这家龙摄影位于绍兴科桥迪阳路 2017年底 张先生预定了价值6600元的自驾婚纱拍摄套餐 简单说就是影楼负责拍摄并提供服装化妆道具 张先生则需要驾车带着团队去加薪的拍摄基地 张先生说约拍的经历非常曲折 那天准备去拍的时候 就是下大雨嘛 所以你也知道拍婚纱照下雨拍不了嘛 就延迟了对吧 然后第二次又因为下雪嘛 第三次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工作也有点几时间的话 你怎么说一个月只有两次嘛休息 第三次的话就是感冒嘛 第一次因为下雨 第二次因为下雪 第三次因为感冒都没有排成 这个时候婚期已经临近 张先生只好先回安徽老家完婚 婚纱照也是找当地机构拍摄的 后来张先生想找龙摄影退订金 对方没有同意 一直拖到今年 张先生把尾款交了 打算干脆再拍一套得了 4月5号张先生开车带着老婆 还有龙摄影的三位工作人员 在门店一番准备后出发了 八套衣服 八套衣服装在一个密码箱里面 就是我看那女孩拿不动嘛 帮她拎了一下放在车顶上 服务站的时候 就是我看了一眼就已经没了 张先生开的是一辆哈福越野车 车顶上有置物架 他说当时后备箱装满了拍摄道具 衣服只能放车顶 他也把固定用的绳子拿出来了 但是他和影楼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动手 然后我就是绳子我也拿出来了 但是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给他们打工的对吧 我也他们也没有人过来 就是嘴上说说说绑一下绑一下嘛 也没有人绑 张先生后来报了警 自己也返回高速路上找了一通 但是没有结果 从2017年交了定金 到2019年4月 张先生约拍了四次 一次没成 还把影楼的服装弄丢了 他很郁闷 也觉得有点冤 你说这个东西掉了对不对 都有责任 你不可能让我全部都 就是自己承担了对吧 平心而论的话 我就是怎么说呢 太犯贱了 帮他拎了一下包 你说我要不帮他拎一下 拎上去 那一点事都没有 张先生说 他本来已经很难过了 结果还被影楼的工作人员 说成打肿脸充胖子 他们都不愿意把忙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嘛 我就说 这个我过 我从老家来的时候 就是带的东西也没把忙 就是大个字就这个意思 说没事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也没弄 就这意思 然后他就说我打肿脸充胖子嘛 来到龙摄影 负责人朱经理 非常欢迎记者的到来 大方地接受了采访 现场坐下来一聊 朱经理和张先生 还是安徽老乡 两年过去了 朱经理还升职了 他说事情弄成现在这样 双方得各自找找原因 你是不是这样子 拍照前天你跟我说 你说不来了 那不来我们就算了 我又能安排一个档期 然后呢又安排一个 他又没有拍 他不过他提前跟我讲了 那这个我们不去说的 那快到年纪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很火急火了的 我要拍照 我明天要拍照 因为那个时候 年纪赶上放假了 知道吗 我说行 我说我给你安排 安排好了 他说好的 你给我安排 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又跟我讲 我问问 当时是因为 我跟我老婆感冒了 所以没拍照 他跟我说的 之前两次没拍照 一直是因为 下大雨 一直是因为下雪 有这事吗 哪有这个事 9月份安排 根本就是他老婆 没有时间 第二次是 因为那个年底 肯定是下雪的 但是也就是晴天的 但是呢 因为天气冷了 这是事实 但是呢 冷的话呢 我们也在拍顾客的呀 在朱经理看来 他已经尽力 满足张先生的诉求 包括最近丢衣服 这次的拍摄时间 也是完全按照顾客的意思来 选了衣服之后呢 他说4月5号拍 我心里还一打疙瘩 有没有怎么按照 那说实在的 我这旁也坐了15年了啊 按照正常4月5号这一天啊 我们是不会有人拍摄他照的 为什么 清明节呀这一天 朱经理说 这天本来应该放假 但为了满足张先生 他还是安排了拍摄团队 而在出发之前 工作人员再三提醒 放在车顶的东西 要固定一下 小助理跟他讲 你这个衣服放车顶 要绑起来 我们化妆师也刚讲 你这个衣服要绑起来 然后呢 我们摄影师最后来的 将他放车顶啊 要绑好 他说的没事的 卡住的 我从老家过来 都是这样子的 不会掉的 因为他是服务客嘛 我们化妆摄影师呢 因为有服务在这边 他们又不敢说 长久 你一定要绑 不绑我们不出发 那个摄影师说 要绑一下嘛 对不对 我看他也没有动手的样子 对不对 没有动手的样子 那我只能这样说一句了 我就说 我意思就是 我在老家 走亲戚的时候 没有绑 张先生觉得 对于他来说 折腾了两年 啥也没有拍到 他想退回一部分费用 但朱经理说 这不可能 首先我这个钱 肯定是不会退 因为我绝对是 给他安排了 这么多次拍摄 都没拍成功的 还就是帮着衣服 就是给我弄回来 这是第一个 再拍的费用 都是由我们来承卖 记者在场 帮忙做了做工作 但双方的诉求 差距太大 没能达成一致 朱经理和张先生说 那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来评评理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